再請各位練習一個題目 練習一個題目 前兩題跟前面一樣 問電流啊 問電阻啊 最後小題不一樣 正常用要接在220 他敢接在110 請問你公寓多少 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我們的計算常常就是什麼 內電阻不變 你接多少都是內電阻都一樣 所以就用內電阻不變 用電阻在帶他要求的電壓 就算他的功率 ok 好 第一個 前兩題跟剛才是一樣的 電流多少勒 電流有多少勒 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26號 大帥哥 真的是26號耶 26 26 真的是26啊 我沒有看到真的是收到26 要給你們看嗎 來 多少 5 5 是5嗎 5啊 好 請坐 你的答案叫做 5 剛剛跟你講過好幾遍P點IV 有功率有電壓 求電流P點IV 數數都有了往那邊塞 塞啊塞啊塞 然後小學會的數學就算出來了 叫做無安培 對 那電阻勒 電阻勒 電阻勒 跟剛才一樣啦 都完全一樣沒有啥心變化 可愛小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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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等一下 8 8 8 好 原來講這也是問過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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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講過公式叫做P點V平方除以R 往裡面塞 然後算數學 答案就出來了 4 4 5 好 這個4 5有用 我現在對威小提不正常使用 應該要接220 我只接110 請問 怎樣 報表 多少 電壓小不會報表 是推不動啊 我說報表 來 多少瓦 講過了 內電數不變 內電數不變 數電台多少 還是44歐姆 然後現在電壓變成110伏特 那現在功力有法追咧 帥哥男士吧 帥哥男士吧 你都那麼準 你都那麼準 每次猜都猜到 29 29 29 多少 多少 275 275 請坐 剛剛跟你講過了 不管有沒有正常使用 電阻都一樣 所以電阻還是44歐姆 哪有這麼大的電壓 有電壓 有電阻 有電阻 什麼公司可以求功率呢 就是 微平方出一壓 或者出一壓 然後如果要改成 求能量再乘時間就好了 OK 所以 帶進去 認真算 挑決就會算了 就來275 所以答案275 數學好的人 可以用比的 V平方除以R R一樣 V平方 跟V平方成正比 就是跟平方成正比嘛 那電壓變成 二分之一 那變成幾分之幾 然後你就一算就算出來了 那如果你數學夠好 跟我比的就知道了 不夠好就跟我一樣 慢慢算 帶進公司裡算也OK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 讓各位 了解一下 再計算一下電功率的算法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